台北馬拉松報名開砲 專業賽事緊攻馬拉松 和半城馬拉松兩組別 不過今年首度引進 國外盛行的早餐砲 歡迎市民帶著家人 孩子 一起來唱親子三公里歡樂砲 大家都知道台北馬拉松 它是全國最專業 也是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個馬拉松 每一年都有兩萬八千多人報名 那其中全馬有九千人 半馬有一萬九千人 每一次的報名都是秒殺 所以在跟大家鼓勵參加報名的時候 我也要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台北馬拉松 台北馬拉松呢 它除了是我們台灣參與人數最多 最專業的馬拉松之外 它也是台灣第一個獲得 英國標準協會BSI認證的 我們的碳足跡認證的馬拉松賽事 就是永續跟環保是我們馬拉松 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每一年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宣導能夠來降低這個我們的 減碳的一個工作 以每一年3%為目標 我們希望在2027年可以達到 總減碳20%這樣的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透過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第二個呢 台北馬拉松呢 也是獲得國際田徑協會 銀標認證的賽事 在2020年我們首度拿到銀標籤的認證 2021年呢也拿到了精英標籤的認證 我們希望未來呢 可以爭取到更高等級的認證 讓台北馬拉松成為我們台灣最驕傲的一場比賽 那另外呢除了這個之外呢 台北馬拉松呢也感謝我們的贊助單位 我們除了在獎金的部分呢 我們針對國內的跑者 有設置男女各10萬塊的獎金之外 我們也謝謝富邦喔 有加碼各33萬的這樣一個獎金 我們也謝謝鼓勵一下 另外呢 今年喔 有幾個比較值得大家 呃 來這個 了解的一個特色 就是剛剛主持人其實都介紹到了喔 今年喔 我們首創歡樂早餐嘛 我們希望就是說 除了在比賽當天 我們過去都只有全馬跟這個半馬 我們希望呢 在前一天 我們舉辦一個三公里的歡樂早餐 我們才馬 鼓勵全家大小 一起來共襄盛舉 喔 讓我們這個 所有喜歡運動 或者是 你可能之前都沒有運動 但是你想要來感受一下 國際賽事氛圍的民眾 都可以惜家戴倦 福老惜幼 來參加我們今年的這個 台北馬拉松 同時感受到台北市的美 跟台北市的這個熱情 還有它的一個動力 我們體力協會 也會配合台北市政府來 我們會邀請 精英的選手 男女各六位 來參與這次的一個比賽 希望藉由他們的一個參與 來提升我們 魔力馬拉松的一個水準 那 我們 有28年高掛的全國紀錄還沒有打破 我們希望藉由這次的比賽 能夠來打破這次全國紀錄 那環境的這個 永續是堅究的一個共識 那我們 也是我們世界田律總會 努力的一個目標 那2023年 那個標籤 的一個賽事 更是 將永續的計畫 列為這個 平穩的一個考核 我們田律協會 最近這幾年也都有在辦這個 我們田律協會 最近這幾年也都自力 將台灣的馬拉松 朝國際這個方向來前進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國內 都能夠多辦 機場的這個 WA標籤的一個賽事 那我們協會也會盡力的來協助 這些比賽的賽事 能夠 能永續的一個發展 馬拉松 能夠 優化 從此近日的邁進的 國際 優質的 馬拉松賽事之一 我們非常的感謝 海北市政府 馬拉松 全國台經協會 2023的 台北馬拉松呢 今天 下午 四點 我們正式 來啟動 這個 線上的報名 這個 全馬呢 我們一定是 九千人 報名結束以後呢 我們抽籤 半半馬呢 大概一萬九千人 以報名的先後時序 明有 截止 明有有限 我們 媒體朋友 能夠 給我們大力的宣告 讓 更多的 愛好 跑步的朋友 來參加 這個 台北馬拉松 讓我們 這個 台北馬拉松 更精采 更有好的成績表現 而且 同時呢 也避免 我們這個 愛好 愛好 馬拉松 朋友呢 我們 措施這個 良機啊 剛剛呢 我們王行長 有提到 十二十六號 我們要先舉辦一個 早安的 在 親子路跑 山東 親路路跑 台北馬拉松 是 台北市 全體市民 我們大家都馬拉松啊 大家來參與 大家共襄來勝取 這個早餐馬拉松 所以今年是特別 我覺得 是非常的好 我們 很熱烈的歡迎 全 台北市的 市民 能夠提早來 給他們報名 來參加這個 這個 很好的 一個運動啊 賽事十二月十七號 將在台北市政府前 市民廣場開炮 活動贊助單位表示 國內跑者突破台灣馬拉松 紀錄的話 會給33萬元的獎金 透過激勵 鼓勵台灣選手 持續超越自我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